在刚刚经过保养修缮的成都望江楼公园 一起欣赏古建筑群和中国竹子品种最多的竹园 在成都博物馆 共同感受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古老文明 以及中国历史文物书画精品中的深厚底蕴 文脉悠久的成都让大家印象深刻 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们讲古人如何制造丝绸 还有书法 还有各种古文字 对我来说也非常有趣 我很愿意多去了解这些文化 我觉得今天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妙的时光 感觉非常棒 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包括这里的竹文化 我对你们有超过500个品种的竹子这件事 印象非常深刻 我希望能对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 同时我也和我的家人说好了 下次我们要一起再来成都游玩 成都大胸凹繁育研究基地 是很多外国运动员这次心心念念的打卡地 看到吉祥物荣宝的原形 今年6岁的芝麻 还有这只7月5号刚刚出生的熊猫宝宝 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艾米利亚兴奋不已 太棒了 在芬兰我们也有大熊猫 它们是夫妻都来自中国 所以来中国看大熊猫一直是我的梦想 是我成都之行的必做清单之一 来到成都 怎么能不去宽窄巷子走一走 吃穿菜品穿茶看穿戏 各代表团成员们在这里体验着成都的闲适安逸 也感受着成都人民的热情奔放 成都从历史中走来 成都也向未来奔去 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川流不息的人群 四通八达的交通 一千五百多个大小公园 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到的各种科技带来的便利 在远道而来的友人们眼中 这座有两千多年建城使的古老都市 也是一座国际范儿十足的城市 成都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绿化做得很好 我来自伊朗 能来中国亲身体验这里的一切 我觉得很幸运 谢谢成都 马可波罗来过成都 成都还是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 我觉得成都也是一座很现代化的城市 充满科技元素 这里有很多智能化设备的应用 令我印象深刻 这是一座非常温暖 迷人 历史悠久的城市 在比赛之余 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去分享经历和文化 这是我们到这里来的主要收获 我们很享受在成都的时光 很喜欢热情好客的成都市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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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